90后荃湾会准备结婚,说自己后悔两年前无抽亿经营日湾,说因为这个是荃湾最后一个新盘,令他无得生于荃湾,长于荃湾,我觉得这是极之难听的一句话,除非他是超省,真身是发展商的打手,在硬销楼盘,制造荃湾好像真是再无新盘的假象。 否则他就是无知,你会问,荃湾哪里还有新盘,我会问,你有没有钱?知不知道羊屋到着月亭前身是什么?知不知道香港有多少住宅物业是由供下改建? 没错,荃湾未来的新盘,不就是供下改为住宅的项目。我敢打倒,荃湾未来新盘供应就集中羊屋到羽黄窝仔街。我如此肯定的原因,是我坚信发展商从来不做涉本生意。 美汉,新地016已经做着,申请将安泰工业中心,黄寺工业大厦及亚洲麦乐中心等四栋工下重建成住宅。 估计提供超过1000伙,在经纪眼中,极少出手的利新都以8亿元买入黄窝仔街的卓越集团中心传动。 地皮属综合发展区,可重建住宅如10万方尺,从来最后,唯一,转头业主反价,你不买大把人买都是销售套路。 真相是最后之后有全新项目,唯一之后有唯一,而如果你现在不买,作为一个知心及出色的经纪,是永远不会跟你说这句心里话,我好耐无开单。 你快点买回间,而如果全弯会真是好喜欢全弯,其实买楼不一定买一手,全景为D楼不用五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